好 继续来看到凤林郑民代表会第二十二节的第二次定期大会 七号上午举行政长的需求报告 那么政长林建平指出 由于凤林郑的裁员都必须仰赖中区也埋场的经费收入 为了要财政的支出 让社会福利政策可以持续的进行 许多的活动预算也都会遵照财政的需求来进行 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凤林郑不会因为财政短缺来影响社会福利的照顾 凤林郑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由主席龙春文所主持 第二十二届第二次的定期大会开始 现在我们按程序进行 政长施政报告时林建平也指出 早年凤林郑里长要求基础建设时 政公所都以倾听名义 但必须找到预算的态度来处理 在历经校政长的财政改善好转之后 财政的尊杰才能够因应社会福利持续的办理 在以前凤林的百姓凤林的遗长凤林的社长 对我们公所要求我们的水沟 我们的路平我们各项的建设 公所始终统一的答复 就是告诉所有遣求者 公所我们一定会倾听名义 但是等我找到经费之后 我一定有些事做 这计划在凤林正正的发展史上 它占担拒了很久的一个时间 但是随着我们肖政长八年任内 我们财政的距离慢慢的好转 但是问题是 像最近我一直在跟所有的社长在讲 我们凤林的所有的财政来源 就是各种巨场 政长林建平也表示 健康站的老人公餐 是凤林正公所持续推动的社会福利 而政策上的尊杰调整 健康站的办理就不会受限于 只能够收编在事实人的限制 尊杰后的财政 在老人照顾的福利政策上 就能够有更好的照顾 但是我们现在因应我们财政状况的好转 我们有生意的补贴 我们有洋溢的今天 我们有久久重阳节 近老金的提高 我们有十个健康站 所有的老师的终点费 我们所有食材的制作 我们所有竹工的聘请 我们一年的福利政策 加进到2000万 那如果说 我们不在凤林的财政状况 我们很多 你不商家与节制 在这四年里面 在这五年里面 我把所有的想法包裹 那以后凤林正要怎么办 记者临结 凤林正采访报道